汤仙祖的临川似梦 情和梦是所有作品的主线 因情生梦 因梦长戏 紫钗记和牡丹亭 是借梦欧歌普通人追求爱情的美好之景 南科记和邯丹记 则是将自己的从政生涯融入梦中 编织腐朽封建社会的狭隘的邪恶之情 表现形式它是以梦来呈现的 内和尚它又是年情的 而且这个情是当代的前卫的思想 体现了时代进步的方向 所以它的戏不属于一个时代 像是沙士比亚它属于整个的人类意识 是人类的共同的文化遗产 1616年 汤贤祖在临川老家走完了他67年的希望人生 巧合的是 沙士比亚已与童年去世 两位双风并至中外灰映的文学巨人 日后都被后人不断追怀重养 在汤贤祖的家乡福州 人们为他建起了汤贤祖大剧院 汤贤祖纪念馆 汤贤祖墓园 还建起了孟湖 孟园 孟桥等 表达对他的尊崇和怀念 2016年 中英两国在沙士比亚的故乡 斯特拉夫德共同举办纪念汤贤祖和沙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活动 汤贤祖与沙士比亚以一种跨时空的方式牵手 既是一段中英文化交流的佳话 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背景下 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自信